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希望大家能在我们鸟咖得到治愈 因为我们鸟咖不仅是爱鸟人士的交流之地 也是为一些青年提供了一个放松精神的空间和场所 大家能在这里解释到很多小鸟朋友 或者是一些爱鸟的朋友 然后我们一起去探索和鸟儿相处的乐趣 我们一起去探索和鸟儿相处 在这里解释到一个小鸟人士的交流 我希望大家能在这里解释到一个小鸟人士的交流